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佛說阿彌陀經》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如何得到安樂? 我們先來看這個經文 佛就問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世界叫極樂世界呢? 那佛就說 就是因為阿彌陀佛的淨土 沒有任何的苦難苦惱 只有快樂 所以才叫做極樂世界 其實 從這一段話 佛就是這麼簡單講出 我們一切眾生所追求的東西 現在的人 你看 他每天忙忙碌碌 一輩子 其實都未必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麼 但是 佛一句話就說清楚了 就是要離苦得樂 就是要離開苦難 得到永恆的安樂 各位想想看 是不是呢? 譬如說 今天你們來到道場要做什麼呢? 有沒有人說 師父 今天來到道場是來找痛苦的啊? 肯定沒有嘛 大家來到道場就是為了得到安樂 你今天不要講學佛的人 其實沒有學佛的人也是一樣啊 你想想看為什麼世界人要拼命的賺錢 就是為了離苦得樂 甚至 我們講 監牢的人要犯罪也好 他也是為了離苦得樂嘛 他就是為了得到他想要的快樂 才去犯法的 甚至其他的眾生 我們講動物 為了生存 競爭 也是為了離苦得樂 所以講到離苦得樂 其實是我們一切眾生生命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我們現在生活的一切 家庭 事業 政治 科技 醫藥 教育 種種的 都是為了離苦得樂而努力的 所以 離苦得樂 可以說是一切眾生共同的目標 今天如果說講其他的東西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共同點了 像有些人覺得說生命就是為了工作事業 但是對有些人來說 他工作是被逼的 如果可以 他寧可不要工作的 那講家庭 或許有些人喜歡家庭的生活 但是有些人也是喜歡單身的 講到佛法 像有些人學佛是為了開悟 但是對有些人來說 覺得說開悟很遙遠 能夠過好生活 就算開什麼誤的 講到了生死 但是有些人還是聽不懂 還認為說生生死不是正常的嗎? 本來就是有生有死嘛 那還了什麼生死的? 我們看 就是有一個名詞 它可以讓所有人贊同的 就除了《阿彌陀經》這一段所講的 《離苦得樂》四個字 真是能夠讓我們每一位都點頭滿意的 確實 人人都是為了離苦得樂而生 沒有人願意為痛苦而活的 是吧 各位 你會為了痛苦而活嗎? 當然不會啊 大家都是為了離苦得樂的 不管今天學不學佛 也是一樣 像世界人要成立 家庭要快樂 那我們學佛 甚至出家 也是為了得到快樂嘛 要不然你幹嘛出家呢? 所以 雖然做的事情不一樣 但是大家都是為了離苦得樂的目標 要不然根本是沒有那個動力去做事的 所以各位 講到為什麼說我們要學佛念佛呢? 其實就是為了得到安樂 人家以後會問我們 我們就是怎麼打 他會聽得懂的 也是會贊成的 如果今天我們講其他的 學佛是為了什麼善惡 因果 開悟 開智慧 這些人 一般人可能都聽不懂 你直接跟他說 我學佛就是為了得到安樂 為了離開苦難 這個一聽就明白了 他們也不會反對的 因為離苦得樂是一切人都想要得到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覺得說 學佛很消極 但是各位 我們學佛是為了得到安心安樂 難道這是消極的嗎? 難道今天你要看到我掉眼淚 你才高興啊? 你追求快樂 我學佛也是追求快樂嘛 都是一樣的啊 只是因為是不同的方法造就不一樣的結果而已 好 比如說 曾經有一個人賣這個書籍 就做這個書籍生意的 但是他出去賣了很久 那也是賣不出去 一個都賣不了 他很積極的努力 從早賣到晚 但是就是沒有生意 後來去調查原因 你看才知道 原來這個人是每天跑到寺院 把書籍賣給出家人 各位 你賣書籍給出家人行嗎? 當然不行啊 出家人沒有頭髮 你要書籍來做什麼呢? 所以這個故事是說明 當我們方法錯的時候 其實再努力也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的 甚至有時候會想到說 哎呀 怎麼我這麼努力去做呢? 還是得不到快樂 你這個時候就要想是不是我們的方法錯了? 像有些人說 我只要有錢我就幸福了 我就快樂了 但是各位 你有錢就一定是幸福的嗎? 像之前 聽說有位大明星 就是一位天后級的大明星 本來看起來 夫妻兩位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突然有一天 她的先生被人家偷拍到 就跟另外一個女生 就俗稱小山的出軌 那各位 就這樣有錢啊 大明星哦 所以這樣子 幸不幸福呢? 不幸福 再來 就算兩夫妻相愛到底 但是就保證說一定是幸福了嗎? 這也是另外一位明星的故事 這位明星跟她的太太是非常相愛的 那結婚5年後 她太太懷孕10個月的孩子 結果一生下來 沒有想到孩子就沒有了呼吸 那這位明星 兩夫婦還沒有來得及 抱自己剛出生的小孩 小孩就死了 所以各位 你看 有錢 夫妻很愛 但是小孩子要折 請問這個叫做幸福嗎? 又不幸福 聽說 這位明星太太前後大概花了7年的時間 才走出來這個孩子要折的傷痛 這明顯是不幸福的 那我們再推 現在有錢 有家庭 孩子也健康長大 事業順利的 各位 你這樣子又幸福了嗎? 各位 幸不幸福? 給你要不要? 不敢答啦 大家知道說 金本法師很厲害騙人的 確實 各位 世間是沒有100%幸福的 因為世間的幸福都是會加上災難的 我們看 幸福的福跟禍害的禍 這兩個字就是很像 是不是? 就是說 禍害是會跟著福報的 那有些人就說 啊 師父 這樣圓滿的家庭也是有問題嗎? 各位 你看 在新加坡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生的家族現在怎麼樣了? 你看他下一代的孩子也是總理喔 但是 兄弟姐妹吵架吵到上法庭 全新加坡最厲害的家族 就是開國國父總理的家庭了 父親是國父 孩子也是總理啊 其他孩子也是很有學問啊 這要怎麼樣呢? 人算還不如天算 親人還是吵到不可開交 如果國父李老先生還在的話 請問他會高興嗎? 他會不會說 哎呀 我很幸福啊 我培養出來的孩子 可以吵架 吵到不見面 上法庭 好幸福啊 會不會這樣? 當然不會的嘛 所以還是不幸福 所以各位 我們看 世界人一直追求的幸福 但是好像越追越不幸福的 所以有些人就抱怨說 為什麼我沒有賺到這麼多錢? 為什麼我的孩子沒有很順利? 那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道士什麼都有的時候 跟著來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承受的? 所有東西都很好 結果 夫妻出軌 孩子叛逆 增財產 互相傷害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會不會抱怨說 派娘不如某呢? 這是福建話 福建話所講的 有壞事 不如說沒有事 到頭來 我們會不會發現說 原來平靜的生活才是比較好的? 那有人說 師父啊 有沒有那種又富貴 又美滿的? 哎呀 各位 你這種就不用打妄想了 這種圓滿的事情 就除了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以外 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 本來就是五著二世 是有缺點的 所以才叫說婆世界嘛 說婆世界 就是一個苦的世界 所以今天 如果說有人跟你說 給你算應該什麼命 幫你看一下就沒事的 那你這個就要小心了 有這樣子的事情 多數都是騙子來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 我們這個世界 可以看到圓滿的事情 大概只有童話故事裡面才有了 但是各位 童話故事是怎麼樣的啊? 上次我在飛機場聽到播放的一首歌 叫做《童話故事都是騙人的》 是啊 童話真的是變人啊 你看 像這個一般的童話故事裡面常常看到的 裡面就講到說 這個王子跟公主Kiss一下 哇 事情就圓滿大結局了 但是各位 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這個就想得美了 如果有一天 你老公跟小山跑掉啊 你看看是不是親一下就沒事了? 有一位佛友就分享他的經歷 他從小就看過很多的童話故事 很羨慕 以為這個就是最好的人生 就想以童話故事作為他生活的指導 他說 他在童年的時候 就愛上隔壁一個叫小翠的小女孩 甚至那個時候跟這位小翠已經定下終生約定 哇 我這一生非你莫取 你就是我生命當中的獨一無二的 哇 你看 現在的小孩子就是看電視亂聽歌聽太多了 大人看到他們就笑啦 哎呀 你真搞笑 但是這個孩子當時心裡很篤定的說 哎呀 你們這些大人就是不懂我的心 我對小翠是真心的 你們都不知道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小孩子人生 過了十多年 二十年 當初以為只有小翠的 結果過後遇到小花 小美 小莉 每一次都認為是真的 但是每一次好像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結局 曾經在美國有一對明星結婚 在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格斯舉辦婚禮 由於是明星嘛 當然佈光率就很高 那記者就訪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這次結婚了呢? 他們兩夫婦當時很肯定的說 他們這一次是遇到真的對象了 感到對方是生命當中的伴侶 他們當時就這樣子堅定不移 對著所有記者講的 結果沒有想到 才結婚 第十天就離婚了 十天的結婚 成為歷史上結婚最短之一 記者事後就訪問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不是說是真愛嗎? 結果那明星說 當時一定是昏頭了 這個是我人生當中最糟糕的日子 各位 從最愛變成最糟糕 那你講什麼話呢? 所以這個世界是沒有圓滿的童話的 只有殘缺的事實而已 但是各位 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這個說婆世界 就是業力無償的世界 佛告訴我們 人生世苦就是這樣 有些人往往覺得說 這樣子的佛法就很消息 其實當我們真正認識到人生世苦了以後 我們才會開始感到有一點點的快樂的 就好像說 現在我們知道前面有一個火堆它燒得很大 請問我們還會直接走過去嗎? 不會的啦 我們會選擇從旁邊繞過去 這樣就不會被火燒到 所以一樣的道理 當我們認識清楚人生是苦的時候 其實我們才懂得避開 不會讓這些苦纏上我們的太多 像曾經 有位媽媽到了寺院來找法師 因為這位媽媽感到很痛苦 什麼痛苦呢? 這位媽媽是說 她孩子這一次考試只考到70分 所以就感到非常的難過 我們聽到這裡或許很難理解 因為一般人可能覺得說70分就已經很不錯了 有必要到了痛苦那種地步嗎? 但是這位媽媽就是這樣 因為她本來以為說 孩子應該考得99分 100分的 現在竟然只有70分 所以內心感到無比的痛苦 甚至到了無法睡覺 無法吃飯的那種地步 就無法面對自己的孩子只考70分的事情 旁邊的人怎麼勸她都沒有用 那直到有一天 她的一位朋友 也是一位媽媽 帶著孩子來家裡做客 剛才講的那位考到70分的孩子 她就倒了一杯水給這位客人的阿姨喝 沒有想到這位客人的阿姨竟然哭了起來 為什麼? 因為她就說了 她現在的孩子其實是弱智的 她把這位弱智的孩子養到這麼大 但是這個孩子從來沒有一次可以給她倒水喝 現在看到別人家的孩子能夠這麼健全 就是一時的感觸流眼淚 但是怎麼感觸也好 都不如那位痛苦 自己的孩子只考70分的媽媽感到更加的震撼 因為她就想啦 我痛苦是因為我孩子沒有辦法考到100分 但是人家的媽媽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好好生活 好好照顧自己就行 這一下子 這位媽媽從考70分的痛苦走了出來了 所以說 如果痛苦是來自自己錯誤的觀念 那當然快樂也可以來自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說一定要考外面的東西的 是吧 各位? 你還要孩子考100分 難道每次都能夠100分嗎? 我想 全世界的天才 都還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夠做得到的 連愛因斯坦聽說曾經在大學都不及格過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要永遠痛苦下去了? 還是直接接受當下自己的姻緣更好 可以換一個觀念啊 你考70分 至少比0分好嘛 真的考0分也好 但是只要四肢健全就好啦 那萬一是一個不健全的人生 但是想到說我們能夠被阿彌陀佛救度 可以脫離輪迴 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那世間的緣分不管怎麼樣其實都還好 反正是最後一次了 我們以後要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了 如果說我們是這樣子的觀念 來走我們這一生 不是會感到更安樂一些嗎? 像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念佛的父母 對孩子他們真的就是這樣子的觀念 他們認為說 孩子平平凡凡都無所謂 只要他們有念佛 不要造成社會的負擔就行了 甚至他們走出家路也接受 那這樣子 自己的人生路也會走得很輕鬆 甚至孩子也會跟父母都很親 因為沒有壓力 性格會特別的陽光 如果說今天對孩子是過多的要求 要求的都是100分 名牌大學 薪水要100萬 生幾個乖孫子 這樣孩子恐怕遲早被壓力壓垮的 他在外面已經很有壓力了 回到家裡也有壓力 如果萬一遇到不好的緣 很多的誘惑 那這個孩子肯定就倒掉了 什麼吸毒 毒博 酗酒 可能樣樣都來了 到底又怪 我的孩子怎麼變成這樣 其實都是自己自找麻煩而已 像有一位大概50歲的大人 就分享自己成長的過程 他說 自己青少年的時候 身體發育得比較慢 所以在中學的時候 自己還是像小學生的身體 就是瘦瘦矮矮的 那身旁的同學都高高大大了 只有自己很矮小 就覺得說很自卑 很難過 每次出門都要在這些鞋子塞東西給墊高 讓自己可以看起來長得比較高一點 但是這樣子腳很不舒服 所以每次腳都脫皮 但是為了面子 還是拼到底了 其實這樣子墊高還是沒有多大的幫助的嘛 所以他還是一樣的痛苦 哎呀 我怎麼長得這麼矮 我怎麼這樣 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 會看看 為了長不高 想死啊 他在青少年的那段時間 都是在這個痛苦當中度過 那過後 出來社會工作了 看到別人有的 自己沒有 就很在意 而朋友同事談天的時候 有時候講到 哪個人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學 自己的孩子又不會讀書 又不高興 親戚朋友工作賺到很多錢 自己沒有賺到這麼多 又難過 所以直到有一天 他走到一個公園 他看到公園裡面有大大小小的植物 有大樹 小草 紅花 等等的 結果有一個路人走過來 就罵那個小草 就罵說 為什麼你不努力呢? 你看你旁邊的大樹 都長得這麼高了 你還是小小的小草一個 後來看到這個葉子又罵 為什麼你不好好用功呢? 你看你隔壁的大紅花 長得多漂亮 你就只是一個單單青澀的葉子 各位 請問這個事情能這麼講的嗎? 不行的啊 因為小草本來就是小小的 怎麼長得跟大樹一樣呢? 葉子本來也就是青澀的 又怎麼可能變成像紅色的花朵呢? 所以剛才那位整天活在自己痛苦人生的人看到就明白了 他說 是啊 世間的事情不可能每個都一樣 我長得矮矮又怎麼樣呢? 又沒有說高高的人就一定是幸福的 如果幸福是決定在人的高度 那只有美國打籃球的人最幸福了 我們這些矮冬瓜的就完蛋了 但事實是這樣子嗎? 再說 如果說我們只是一個平常人又如何呢? 這個社會其實也需要普通人的啊 如果每個人都是可以當總統的材料 那也完蛋了 社會就不能運作了 因為沒有人可以當農夫 警察 救火員 老師的 全部要當總統 那還得了 所以不是這樣子的嘛 社會也需要平常的工作 這是社會的結構之一 所以這個人一想 就開心多了 他回想起 從小到大他的痛苦 其實都是把自己的快樂 建立在別人的嘴巴上面 他上學的時候 同學告訴他說 長得高才是好的 所以覺得說自己矮小很痛苦 上班的時候 聽到同事說 駕大車 賺大錢才是最好的 所以看到自己是普通人 又自卑 為了符合別人的要求 也可以說為了自己的面子 幾十年的生活當中 快樂就變得很少 多數都是在痛苦抱怨當中度過 直到現在 接受了自己的姻緣 我是一個小草 就不必和大樹來比較 我是葉子 就不跟紅花來相比 就這樣接受自己的姻緣 他的人生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 才開始得到真正的安樂 這就是佛所講的這種緣起法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東西 其實沒有所謂最好的標準 沒有說有錢就是好 沒有賺大錢就是衰的 有時候家裡是小康 還比大有錢人快樂得多 也沒有說皮膚白的就很漂亮 皮膚黑的就難看 就要被淘汰 不是這樣子的嘛 因為世間的一切 不論是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天才的 平凡的 也沒有說哪個是最好 這些都是一時的姻緣組成在一起的現象而已 你說白白高高的就好 但是白白高高的也是因為有黑黑矮矮的人來比較嘛 如果今天在黑人的世界 不見得說長得白白就好看啊 在黑人看到白人還以為他生病了 怎麼你長得這麼白的 所以可以說 世間的事情就沒有好壞 它只是因緣而已 在什麼因緣 就會現出什麼事情 你看穿了 就是這樣 那這些因緣一過 其實就沒有了 沒有一個人 一個事情可以永遠保持不變的 佛說世間因緣法 佛我說起是空 一旦過去了 那就沒有了 但是可能有人說 那不行 我一定要保持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這個可能嗎? 我們先想想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想 今天在這個世界 什麼東西跟我們是最親的? 是錢嗎?是家庭嗎? 還是手機電話? 現在的人手機電話是不離身的 所以有人說手機跟他最親 其實這些都不是 在這個世界 跟我們最親的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會忘記帶錢 帶鑰匙出門 但是從來不會忘記帶身體出門的 對不對? 各位 你出門的時候 會忘記帶這個身體嗎? 會的話嚇死人了 有人出去帶身體 在家裡 所以這個身體跟我們是最親 時時刻刻都跟我們在一起 但是各位 最親的身體 我們還是帶不走嘛 但有一天 死亡到了 我們每天用來看東西的眼睛 就永遠關上了 天天 聽那些是非對說的耳朵 也從此聽不見了 跳了幾十年的心臟 也不會動了 最後我們身體被火化掉了 就什麼都沒有剩 沒有燒掉的身體 還會腐爛生蟲 各位 跟隨我們24個小時 一輩子的身體都遮藥 更何況 身體外的財產 事業 親人 那就更加帶不走啦 所以講到世間的東西都是遮藥 它都只是一時的因緣而已 如果講白了 就像演戲一樣 我們看這個電視 電影 裡面的演員哭 難道這些是真的傷心嗎? 不是的啊 電影裡面演的病人得到癌症死掉 是真的有生病嗎? 也不是啊 都是一時演戲而已 世間的因緣 就好像這樣子的演戲 每一件事情到最後都會過去 就好像演戲總是會有演完的一天 你上台 總有下台的時候 所以活在世間 只是暫時的過渡期而已 它並不是這個終點 這樣來認識 其實我們過得安樂 幸福一點 因為不管好事情 還是壞事情 都是一時的 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把世間的事情當真 哇 遇到好的事情 就認為自己了不起啦 心花怒放 遇到不好的事情 覺得自己受了打擊 委屈 傷心的 這樣就難免的要痛苦了 人有時候遇到事情會痛苦 都是因為這樣子 太認真了 就是把演戲當作是真的 所以你看看戲的時候 哭到稀里花啦 其實都是假的 他們演戲而已啊 所以有人說 看戲入戲的人是傻瓜 確實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 在這個一時的世間因緣 還搞到自己愛恨情仇 痛苦萬分 也是這樣子的傻瓜 如果你懂得觀察世間的因緣法的真相 自然也不會這樣子傻傻痛苦的過日子了 但是 雖然道理是明白了 佛還是要勸我們 無論如何 都還是要念佛到極樂世界 為什麼? 因為道理 雖然是容易懂 只要看破方向 就沒事了 但是我們凡夫 最多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做到最後 也只能做到一兩分 真正問題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看不高放不下的啦 你不信 是吧? 明明天去上班的時候 老闆無端端的吵你的魷魚 你看看 到時候我們會不會亂 所以學佛的人會比較冷靜 但是 也不是那種完全可以看得播放的 下不其心 不動念的那一種啊 難道說 吵我 就吵我 我就馬上出家算了 會這樣子嗎?不會的嘛 尤其我們遇到大災難的時候 根本就抵擋不住 人總是會傷心的 像如果涉及到自己情人過世的時候 你還是會難過一些的 甚至在學佛的環境 你看 從古代到現在 還經歷幾次的法難 基本上 你看現在的印度 已經沒有像以前古印度佛教的盛況了 因為到了後來 佛教一直不斷地被政治跟其他宗教打壓 最終佛教在印度就衰弱了 那當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 在古代有經歷過三五一宗 就四位王弟對佛教的滅法 就王弟看到佛教很不爽 就給他毀掉 所以基本上就非常的殘忍 當時記載 這個寺院被毀 佛像被砸 金書被燒 出家人被傷害 由於是王弟下的命令 所以影響特別的大 一度被認為說佛教會在中國北傳消失 這善導大師一脈的著作 其實就在這些古代法難當中 失傳千年的 當然佛法是有諸佛菩薩加持的 所以法難過後也很快的復興 善導大師的著作也又重新流通回來了 只是說 如果當時我們真的經歷這種情況的時候 難道我們信心不會受到影響嗎? 難道還能夠完全不入入不動嗎? 你不要講大災難啦 有時候我們嘴巴牙痛 身凹色 潰瘍 我們就痛到一整天都不舒服了 那就不用說其他的 這樣來說 其實輪迴的苦難還會繼續不斷 所以佛就勸我們說 一定要念佛 到阿彌陀佛 那個永遠沒有痛苦 只有安樂的極樂世界就是這樣 因為這才是真正的 徹底的安樂 像剛才所講的 那些種種不好的事情 你在極樂世界通通不會遇到 能夠得到永恆的安樂 所以去極樂世界其實並不自私 因為佛是要我們一切眾生一起去的 我去 你去 他也去 大家都到極樂世界 離苦得樂 所以這哪裡是自私呢? 反而這樣子是無私了 這是一種大慈悲的表現 因為一切眾生都會得到大安樂 難道這樣子不好嗎? 其實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念佛人的生活 有了阿彌陀佛的依靠 有著極樂世界的家 雖然我們在這個世界做不到像佛一樣的自在 但是同時候也輕鬆不少了嘛 因為畢竟已經有一個皈依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還在這個世界 其實就像旅行一樣而已 旅行就是在過程當中 遇到什麼其實都還好 畢竟只是暫時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慈悲 溫暖 安樂的 阿彌陀佛的家在等著我們了 那其他的就不大所謂了 那在極極樂世界之前 能夠多給幾個人介紹念佛 就介紹給幾個人 沒有緣的 介紹不到給人的 我們先念佛到極樂世界也行 反正有了南無阿彌陀佛 什麼都很好了 這也是為什麼說我們念佛人 相比其他人會感到更輕鬆安樂的地方 所以佛就說嘛 所以這就是今天要學習到的重點 今天是學習到佛在阿彌陀經給我們指出 我們學佛念佛追求的目標 那就是離苦得樂 而能夠徹底得到圓滿的離苦得樂的地方 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我們在這個世界也是有快樂 沒有錯的 但是這個世界是沒有圓滿的快樂 在世界的快樂總是少一點 少一快 就是不圓滿 是苦跟樂加碎在一起的 確實 沒有人在這個世界會永遠的安樂 你總是遇到不順的時候 因為像我們在這一兩年遇到疫情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感受 而且 就算你有世界的快樂 也只是暫時的 都會過去 都不能永遠的保持 雖然是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的好 畢竟阿彌陀佛那裡是單純的安樂 沒有一點點的痛苦 而且極樂世界的安樂是永恆的 其實這就是涅槃的世界 涅槃就是藏樂我盡 就是涅槃的快樂是永恆的 既然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永恆的安樂 那就代表說是進入涅槃了 不過講涅槃比較深 一般人還是聽不懂 所以佛直接說 我們只要知道極樂世界沒有痛苦 只有永恆的安樂 我們就是念佛 等阿彌陀佛來接應我們去 那就好了 所以最後我把這段經文再讀一遍好了 阿彌陀佛經 耳時佛告長老舍利佛 從世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 今現在說法 舍利佛 彼土何故名為極樂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淨土祭語 好 那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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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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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起立 请起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